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好多不能干的事 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很多禁忌 但是到了初五这天 饺子煮熟了 鸽子嘴里开一咬 饺子一破 这一切禁忌皆破 所以叫破五的饺子 不过今天我师父说了 今天这饺子样式很多 我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五谷风灯饺 初五了该吃饺子了 可是您不一定吃过用编好的馅做的饺子 到底这种奇特的饺子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雪花粉 玉米面 紫米面 猪肉馅 菠菜汁 胡萝卜汁 虾仁 韭菜 鸡蛋 甜面酱等 小五师父啊 为什么说五谷风灯饺 为什么叫五谷 因为它有五种颜色 五种颜色 什么颜色 有白的 白的 有黑的 黑的 黄的 黄的 还有这红的 还有这个绿色 五种颜色 现在咱们先和面 是吧 五种颜色的面 对 我们先和黑色的 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是 黑的和白的在一起 因为这个黑面的是紫米面 紫米面 对 它没有筋性 对 放点白面呢 就是算上包饺子 它不少 不破皮 这个黑色的面是怎么来的呢 是紫米面和这个饺子粉 和出来的 哎 这面呢 油熟鞋了 马上的给它油油 油光了 放旁边油 也有四分钟 啊 好了 好了 这个可以在这个饭子这儿 对 接下来我们和那个黄的 黄面 玉米面 是吧 玉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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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玉米面和野色和白面 也能够好 对 而且白面要多一些 饺子粉要多一些 不然没劲儿 这个紫米面和玉米面呢 和那个白面的比例 大概是三比二 那就是说 不管这个和黑色的面 还是黄色的面 对 三份白面 对 两份紫米面或者玉米面 对对 是吧 这么个比例啊 原则 好了 谢谢 你这个 玉米面和了 放那儿醒了 好 这也醒了了啊 接下来 这也醒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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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咱是红颜色的面 是吧 很快 五阳师傅就用胡萝卜汁 裹好了红色的面团 等到普通的白色面团也裹好之后 我们的五色面团就全都准备好了 咱们把它都醒在这 对 醒在这 我们这一遍 对 然后再做馅 做馅 好 这个馅您给介绍一下 这是猪肉馅 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肉三鲜馅的 猪肉三鲜馅 但是这个还不太一样 和平时的家长饺子 这个是变馅的 在变馅里家长饺子 就是这个 猪肉馅里先炒一部分 往上再对上那个生肉 这样做出来饺子的豆 一般都是生的就打到一起了 对 现在咱们要炒一部分 对 好 炒一部分 那我们先炒 锅里少下一点水 炒肉馅加点水 对 不加油 加油的话油太多了 饺子吃了会面 那这个挺新鲜 一般炒馅你炒 咱们都得加油 像武师傅 是这个锅里加一点水 炒最重的炒到 变成白色 炒熟上去 把这个肉馅得炒熟 对 刚才您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炒熟的肉馅 还要再加上一部分生肉馅 对 那生肉馅咱们都准备了 对 这一部分把它都炒熟 你看这一半生肉一半熟肉馅 这个跟全用生肉馅有什么区别 在头感上 头感上 那个加完熟肉之后 把这肉馅把变得松上 不像那个全生肉的爆团 生肉的爆团 这个加完这些就把它就松上一流了 变成了 对 有道理 如果全是生肉一煮的话 一熟就就爆成一个团了 是吧 对 这有一部分它爆不上团 因为已经把它炒熟了 对 所以吃在嘴里就是松软 对对对 口感正好 对对 好 现在浇热烤料往里 先浇热料 加炒肉馅 有酱香味 对 加松姜 加上 炒到松姜 姜末 对 葱姜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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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高汤 保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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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烧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烧10分钟的 对 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冷 冷出下来的变馅 放在这个松软馅里 哦 那好 给它拌匀 我 要不放在这 好吧 对 好 把煸好的 对 放好肉馅 放进来 现在呢 要放什么 现在放加韭菜 韭菜末 什么好 给我 好 鸡蛋 好 鸡蛋 炒好的鸡蛋 炒好 而且把它切得比较碎的 对 把虾仁擀的比较碎的 虾仁 哦 这虾仁这么大个 我们再淋着香油 我说啊 这虾仁这么大个 好 大虾 谁擀 一个是一个 擀不上的 吃好肉脚的 没吃一个虾仁哦 啊 现在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哦 假如这个虾仁 要是把它切得稍微的碎一点 也可以 是吧 也可以 现在 饺子馅和皮都有了 只见五师傅很快就包好了五种颜色的饺子 好 现在我们把它剪在盘子里啊 盘子里然后把它下锅 来 好 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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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酒 先搅了 下锅 哦 不分什么颜色 一块下 好 熟了 小时候熟了 好 捞出来 大家看看啊 有多漂亮 好 来 要多漂亮 有多漂亮 好了 这五谷风灯角就做好了 要做好这道五谷风灯角 您需要将五色面团和好之后 把部分肉馅煸熟 混入生猪肉 韭菜 鸡蛋 虾仁等拌好 最后包好即可 哎 五师傅 一看这五个颜色 我想起过去听评书有这么一段 哪段 说这个红的红似血 黑的黑似铁 白的白似血 绿的绿如柳 黄的黄似蟹 好了 天天眼神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